美國大選落下為幕,特朗普高票勝選,共和黨拿下心中兩院,可謂大獲全勝。就中美關係而言,無論何人當選,白宮對中國的態度不會有本質不同。 無非是具體政策上的差異,美國將繼續保持對中國的各項制裁與打壓,尤其是經濟上的挑釁。而香港作為中西方較量的重要平台,不僅需要坐穩中間人角色,也需要全力發展本地經濟,穩固原有金融優勢,推動創科產業升級,為國家增加更多與西方世界各力的籌碼。此次美國大選看似轟轟烈烈。 其實光纖之下,已顯露出諸多民主衰敗的痕跡。其一,此次大選中財團,逐漸從幕後走向台前。其二,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就成為民主黨,和共和黨之間的政治遊戲,所謂的制衡早已不復存在。特朗普的當選其實對香港有一點重要啟示。在未來的國際社會中,經濟實力將依然在各類紛爭中佔據決定性地位。 常年口無遮難。負面新聞累累且官司前身的特朗普,之所以能重新入主白宮。 除了因為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因臨危授命而實力不足外。最關鍵的原因是,美國民眾在特朗普身上似乎看到了振興本土經濟的希望。 特朗普一直強調美國優先。即上任後,會將更多資源用於刺激本地經濟。因而香港除了要穩固現有的國安局勢,確保社會穩定。未來更需要在經濟發展上有所作為。 例如通過一帶一路等窗議結識更多盟友。淡化對英美等國的經濟依賴。同時融入國家內循環。助力國家拉動內需。提升地區及國家的經濟實力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